你不认识 不是 那个医生 我这没太明白 您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吧 短时期内 林松凡要想完全恢复 机会不大 他可能完全会失去 以前的记忆 这一点 你们两个都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意思是 他以后再也不可能 恢复记忆了 这倒不用那么悲观 他能够醒过来 本身就是个奇迹 你们完全可以抱着希望 去期待下一个奇迹 那他能出院吗 现在还不行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 好吧 那谢谢医生 谢谢啊 喂 喂 蓝子 你真不认识我了 那你还 那个 那个说 给我一起打过架的 刘 刘大梁 也是我哥 对 他哥 还有那个 一起跟我从小长大的 陆 陆 陆雨淳 陆雨淳 一切都黄默实 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 没事 你说悠悠要是看见 林送帆醒过来 不是 就是这种情况 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还能怎么想 她还是林送帆 来了 医生怎么说啊 说有可能 你先过去看看 你坐 宋帆 悠悠 他不认识我们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他失忆了 大梁哥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需要恢复我的 宋帆 我是 悠悠 你还 记得我吗 你 别哭了 他还知道手语啊 还会手语 我 虽然 想不起来你是谁 但是我 可以感觉到 我们 都是好朋友 我们 都是好朋友 我们 都是好朋友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嗯 你昏迷的时候 我给你画的 你喜欢吗 喜欢 悠悠可是个大画家 是吧 和你 有关系 你想知道什么 我一件一件都告诉你 是啊 凡哥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 那你们告诉我 好 我为什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 怎么不说话 你啊 你刚刚回复 别老瞎问 问问问题的话 你脑袋会疼的 你知道吗 你等你好了 等你彻底好了 我跟你讲三天三夜 好不好 好 来嘉宜 送回屋休息 那点休息啊 好 来 你告诉我 等你好了 我一定都告诉你 你好好休息 好 来 好 来 喂 爸 你在哪儿 不是叫你下午来查馆吗 我在医院呢 什么 我没事儿 那个林宋婉醒了 是 什么 他 别那么紧张 这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明明中注定 我只是说 叫你去警告他一下 要他到此为止 谁让你下手那么重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你去 你去 再翁使马 焉知非福 赵律文 你去哪儿 他也是 现在就给你 我去哪儿 嗯 发什么呆呢 没什么 你怎么回事啊 肯定有事 林宋凡醒了 他怎么会醒呢 他说了什么呀 他目前看 他应该什么都没说 你的手下当时不是说做得挺干净的吗 这个废话 我听说林宋凡被送去医院 我就知道肯定会出事 先别着急 唐富山现在什么都还不知道 偷拍麻吗 我 大梁 我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 王八蛋 什么 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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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真的 你想啊 要不然我们大家怎么都对你这么好 是吧 没骗我 我骗你 我哪有骗你的份啊 平常都是你骗我 你贼着呢 干吗你这么说话 跟你开玩笑吧 你看你也不笑一个 笑一个 哎 那我和悠悠什么关系啊 你和悠悠的关系 要比好朋友更好一点 这么说吧 你们都是对方最最重要的人 最最重要 是吗 你也要住 林曾冠 我可告诉你 等你病好了 一定要对悠悠好 要对她特别好 你知道你生病的时候 悠悠忙坏了 你知道你生病的时候 她有多辛苦吗 你记不记得我 我头麻了 你硬王八蛋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看 看看这个 这都拿到了 金律师 我太谢谢您了 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感谢您了 太谢谢了 不用信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条 同一条战线上 是吧 这上面啊 明确地写出了 对句号公司收获的情况 非常详细 后面还有各个董事的签名 这下 欧阳江海他一定会答应的 嗯 他不会想明白 自以为聪明一世的他 居然被唐富山给刷了 一切就等欧阳江海了 他 林宋凡怎么样了 醒了 醒了 那太好了 恢复得怎么样 醒是醒了 不过什么都不记得 我会帮宋凡做这些事情的 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恢复记忆的话 最起码 我这个好朋友 还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好消息 谢谢金律师 金大庄 这又是谁啊 美女 监狱里可没有这么好的福利啊 我是谁不重要 一会儿给你看样东西你就知道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林宋凡的朋友 也是金律师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完啊 有完 我相信 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什么意思啊 林宋凡怎么不来 他忙的事情太多 这种小事我来就可以了 小事 那我就没必要跟你废话了 没 你等等 什么东西 仔细看看 欧阳江海数岁定义了 在随后的一年里 废话公司旗下的这块地 他死了 同步域的欧阳江海 对这块地的语言 对运行的秘密 那个地方 河入山已经把这块元首前的积累 他要把复山旗下 带向最正确的道路的存在 一看来真是俞 这好公司本身就是我和唐总 联合成立的公司 为数不多的 为数不多的 现在过的兄弟 兄弟 这是真的假的 以你在江湖上的经验 还需要我说吗 欧阳先生 唐富山对你怎么样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的事情 还是你自己做清楚 如果不是他 打动了这个心思 你怎么会有现在这个下场 如果不是唐富山 当然没说完 滚 滚 仔细想想 这下你把他逼急了 没想到他这么激动 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愤怒 竟然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就走 很正常 一事接受不了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是个聪明人 总会想通的 我们再等等 给他点时间 让他接触这个事实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 有时再联系 好 好 再见 有时再联系 悠悠 谢谢你每天都来照顾我 你还和我 柯姐 他们说 在我世以前 你是我女朋友 你 你喜欢我什么呀 正义感 善良 反正都很好 真的假的 其实我真的听想我 会以会以前的那个林宋吗 如果你见到他 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些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大梁 可以 哦 怎么会有钱 这是谁啊 唐嘉医 那这个呢 旁边的这个 他的爸爸 唐叔叔 是个好人 看起来还挺慈祥的 悠悠 头肉开始难受了 你躺一会儿吧 那你先休息吧 来 他刚刚睡着了 我们回去吃饭 怎么了 饭菜不合胃口 我很担心宋凡 林 林 林宋凡怎么了 悠悠啊 如果说宋凡永远都这样了 你会嫌弃他吗 什么样子 就是说他不能恢复记忆 也想不起你们以前的事情 过去的 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他说 会把以前这些事都忘掉 重新开始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有件事想问你 你问 什么事 宋凡和唐叔叔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吗 悠悠 那个个 林宋凡和唐步山之间的事 他怎么可能知道 那都是林宋凡自己倒动的 对 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刚才我给宋凡看大家的照片 看到了唐叔叔 想起了他昏迷之前的事 我心里很难过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也吃啊 你是说 林宋凡失忆了 是啊 唐总 哎 这孩子 真是命运多船 唐总 这照我说呀 这咎悠自取 他如果不是查咱们的事 嘉一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约了朋友 我可知道约的是谁 赚钱 那我走了 早点回来啊 林宋凡跟嘉一是好朋友 一定要小心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明白 唐总 我知道其中道理 嗯 别提了 我差点被老大骂死 林宋凡居然醒了 我都惊出一声冷汗 可不是吗 唐公子 对了 上次谢谢你跟庆叔送我 甭客气啊 听开错的 太不好意思了 那我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您先忙 啊 先忙 行 好 我也很久没喝这个汤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啊 不沈 最近段时间吧 我总有种错觉 你也知道 平时我是不大注意看林宋凡 这段时间她躺在病床上 我看了她老半天 忽然觉得她特别像一个人 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 悠悠知道林宋凡醒了 心情怎么样 傅山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你说你说 你知道吗 我觉得林宋凡 特别像我们的老朋友林金 特别是侧面 好像啊 怎么会 我就没有这个感觉 是吗 那也许真是我的错觉 也许这几年来 我真的太内疚了 林金走了一年多了 我才知道她走了 身前她那么照顾我 别难过了 我们上去吧 嗯 小心啊 你醒啦 是不是我们吵醒你了 来 快起来 喝点汤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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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烫着吧 没事没事 悠悠她还没来呢 我去洗一下啊 好 来 我喂你吧 我自己来 来 没关系 我自己来 怎么那么客气 你可是我侄子 侄子 是吗 我跟你爸爸 是生死之交 你小的时候还骑在我脖子上呢 那我父母呢 在你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那 都是你在一直照顾我 你可不会不留 到费了 你了 你了 我都尽量了 了 你不留了 这是吧 你さん 我来 悠悠 她是我父母的朋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现在不是有人告诉你了吗 你们两个好好聊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们换个地方 唐叔叔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提过 你和宋凡家是世交 你也没问过我 肉肉 是不是宋凡跟你说过些什么 我想知道真相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说 已经昏迷了 其实 你不需要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那好吧 那我就慢慢跟你说 唐叔叔和宋凡的爸爸 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当年我们很年轻 我们一起下海做生意 那个年代 就是我们中国 经济起飞的 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 我们在商场上 遇到了一个人 我们非常相信他 我们跟他结为伙伴 但毕竟 我们入室未深 不知道仕途险恶 他把我们所有的钱都骗了 一夜之间 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没人管吗 当然 任何人做错事都要付出代价 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已经打算下半生 在监狱里读过 想起这件事情 我就很难过 宋凡的爸爸 他是一个性情很刚正的男人 他觉得他应该负全责 他觉得他对不起身边 所有出生入死打拼的兄弟 他无法背负这样的污名 最后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我想阻止 但是太迟了 宋凡爸爸走了以后 他妈妈很快也去世了 本来我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孩子 好好照顾他 可是忽然之间 他就人间蒸发了 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长大成人 比我还要高 现在我一见到他 就让我想起他爸爸 我很难过 那个时候 我实在很内疚 我应该阻止他 我应该开导他 我不应该让他 让他走上绝路 这也是我不愿意提起的原因 我感觉我害了他 我感觉我是凶手 唐叔叔 你不要这么想 但是宋凡是这样想 他认为他父亲的死 跟我有关系 我也不想解释 死者为大 我有口难言 唐叔叔 你是个好人 我感觉我害了他 我感觉我是凶手 谢谢 这是我们的秘密 这些事情 我们两个人知道就好了 怎么了 我要给宋凡转院 不是 跟这儿住好好的 转什么院 总不能一直都这样吧 我要去最好的医院 大姐 咱这儿已经是全市最好的医院了 去北京 我们出国也行吧 哎哎哎 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 你这么焦虑 你为什么呀 是因为唐富山吗 是 我就让你担心多余的 我们这么多人守着他 那有什么事发生 如果我们轻举妄动的话 反而会引起更多人的怀疑 再说了他刚刚康复 根本经不起颠簸劳累啊 我怕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不会的 医生不是说了吗 他能够醒过来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证明 老天爷足够喜欢他 我觉得 老天爷已经把所有好运 都给了他 所以你要相信 一定会有另一个奇迹出现 再说了 我觉得灵魂凡事件挺好的嘛 我又每天想着复仇 他确实比以前幸福 就算他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 我都会帮他 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我希望早点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 我希望早点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 他想去把所有人都想起来 不肯定的 都好 不肯定的 我是觉得 这样对你不公平 你对我这么好 我能够感觉到你的爱 可是我没有办法回报你 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应该变回以前的那个我 那样才是你最需要的 我觉得现在的你就很好 你别扶我了 我要早点儿康复起来 我隐隐约约觉得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做梦的时候啊 脑子里全是些支离破碎的画面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我都没有办法回报 刘大良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干吗呢 你 喂 你在哪儿 我问你在哪儿 什么 什么KTV啊 过生日 谁过生日 今儿你生日啊 你怎么 喂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哪个KTV 我过来 我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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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尝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他很幸福 可我为什么会感觉到心疼 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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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生日 我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来 开心一点 给你买礼物了 来 来 看看 这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看一眼 喜不喜欢 给你买的限量版的拼图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拼图啊 让你搞搞艺术 你也搞艺术 不是这东西你自己搞吧 艺术这东西我搞不懂 我要是能拼 我来找你干吗 我看着就不是做这个的人 我给你 必须你拼 拼完了给我 听明白没 看一眼 你看一眼 这幅图有个很美的名字 叫吻 喜不喜欢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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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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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疼 就是心疼 心臟在疼 有人喜欢你呢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博文天下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最近的新闻不断 人气女画家沈悠悠 最近市场上沈悠悠的作品 竟然又多了起来 作为一个用心灵作画的人 难道她的心灵历史多了吗 据我们的了解 最近这些作品 都是以沈悠悠的名义卖出去的 我们不禁要问 难道这些画 都出自于沈悠悠之手吗 联系到之前 沈悠悠高调签约传媒集团 并获得绘画金奖的世界 我们不得不怀疑 这个残疾女艺术家的故事 很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炒作 难道是她背后的利益集团 代表了其大部分的画作 我们善良的粉丝需要了解真相 这帮龙八蛋倒是谁干的 算了 乐乐 别 别这样了 怎么算啊你 乐乐 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声张 因为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有有有可能接受不了 那也不能任凭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呀 你看这摔了 好好好 你先别管啊 把所有事情交给我 咱先把字给查了 行 先进去吧 你找我 什么事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去干好事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 想买咱们家优优的话 是找人带笔的 那你知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认为 现在有多少人认为 优优的话是找人带笔的 让他们说去吧 无聊 你知道吗 那些人把脏话喷到了店门口 要不是乐乐跟唐嘉一 及时地擦掉 优优看到会多难过啊 谁呀 谁这么大胆 敢在我李千山头上动土 这混蛋 你给我站住 秦深 你老是跟我说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 我再怎么着 也不会去害自己的女儿吧 不过你放心 我马上就会查清楚 看哪一个网吧高子 这么大点敢诬陷我女儿 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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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找我 是 我叫唐嘉一 我想我们以前没见过吧 现在不就见过了吗 请问有什么指教吗 我看过你们关于悠悠的报道 我觉得那里面有不识的问题 你在质疑我的职业操守吗 没有 我是想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啊 误会 什么误会 悠悠没有招人代别 你怎么这么肯定 她是我朋友啊 我能证明啊 那我怎样 我是希望咱们栏目组 能不能澄清一下这个事实啊 希望 你希望值几个钱 好 我就闹闹闹了 能够动用我们台里的领导来约我 看来背景很深嘛 说说看 你老爸是干嘛的 不是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一说到自己父亲就急的人 不是跟自己的老爸过不去 就是老爸比他厉害 你是哪种啊 你管我属于哪一种啊 好了 小兄弟 我看你还是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以后啊 不要学编出来谈判了 另外我还想告诉你 我们博文天下所说的事情 都是当今社会上的热点话题 我们需要引起争辩 产生讨论 把真相告诉大家